基本上就是 我不小心把我的電話留在 Grab它上面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兵莎 我現在要去泰國啦 我在馬來西亞那麼多年我第一次去泰國 而且是跟我朋友去不是個家人去 對 剛剛我已經check in了我的內容 然後現在就是漫長的等待時間 要去吃東西啦 對呀 結果我們考來吃奶雞 到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那裡taxi的標準價錢是多少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打Grab它 我們到了 有一個很小的泳池應該 在這裡有一個很遺憾的事情就是 我居然忘記拍Hotel 但是因為budget的問題 我也只是租了一間很普通的一間房間 所以還好啦 離開Hotel Home我就到附近的街道上面去找晚餐 然後我發現泰國人好像真的都超級愛貓的 因為你看他們的流浪貓好像過得都蠻幸福的 然後我就來到了這一家叫做Grandmother Restaurant的餐廳 這裡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們看這些看似普通的菜 他們在Manu上面的翻譯真的是一點也不普通 這一道菜我們在馬來西亞會稱它為Ganggong 可是在Manu上面翻譯的是 結果我就抱著好奇 千牛花是什麼樣的味道的心態 點了這道菜 結果 到底為什麼Ganggong會叫做千牛花啦 這個Dong Yam在Manu上面叫做酸辣湯 然後這個叫做 用鹽炸的雞 結果不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用鹽炸的雞 真的是我目前遊生以來吃過最好吃的炸雞 我現在很懷念耶 我們剛從Hotel那邊出來 因為發生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的行程就亂掉了 基本上就是 我不小心把我的電話留在Ganggong上面了 然後就在那裡一個Hotel的人就 剛剛我沒有拍到啦 不過 然後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要在Hotel那邊走 我就先出來 有機會把電話送回去Hotel 然後我們又發現我們回的機票買錯了 然後等下我們又要去 飛機場用一下機票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不用擔心 幸了 我們從Hotel出來就發現外面有很多小吃的店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去外面吃他們所謂當地的小吃 一定要吃一定要吃的那些 其實我們很幸運耶 我們來到的時候天氣都蠻涼的 今天就比較曬一點 我必主要還在曬 這一趟炸雞就在我住的Hotel的正對面 因為泰國炸雞實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導致我在那裡每一天都在吃炸雞 第一餐居然是炸雞 這是健康人生耶 來到泰國你還可以到處都看到這些賣一整粒野子的當口 都來到了哪裡可以不試試看 之後我們就要到帕圖灣去拜四面佛 因為第一次在泰國大火車覺得很好玩 所以就拍下來了 到了四面佛這裡 因為蠻多人都在拜拜了 所以煙比較多 也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發生了一件讓我超級無言的事情 就是在這裡 我非常懷疑我在這裡被坑錢了 我在這裡買拜拜用的東西 結果就要花了一千兩百泰銖 結果我之後才知道 根本就不需要那麼貴 由於我不知道拍攝拜拜的過程 會不會有點表示不尊重 所以我就沒有拍 拜拜完之後我們就來到了一條位 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的街道 反正一定是有好吃的就對了 好 我覺得好好吃 它下面有給生菜 但是 應該是奶包是吧 我不懂欸 可是我沒有很愛生菜 我覺得好吃 它是豬肉 還有 蘑菇 主要是豬肉跟蘑菇 吧 Oh my god 我居然在SAMSQUARE 遇到了Justin Bieber 的雕像 終於來到我超期待的Line Village 這裡的東西也太可愛了吧 這些Line的手機殼真的很漂亮 可是因為不便宜所以沒有買下手 這是Line的Cable 還蠻特別的 還蠻特別的 Line的小熊 超級無敵可愛的 居然還有女生版本的 這個是Line的印章 嗯 用來幹嘛的 然後這一些是Line的杯蓋 Oh my god 超香 通通通賣回家收集的 因為這裡的東西其實都不太便宜 所以沒有什麼收穫 我們現在到了TOM TAM NUA 這間是我姐姐介紹的 太子跟我講一定一定一定要來這邊吃 尤其是這邊的炸雞很好吃 這個就是我姐姐一直介紹我要來吃的炸雞 可是我覺得我覺得吃那個比較好吃 這一道菜叫做Lemongrass pork 顧名思義 它有很重的Lemongrass香味 然後甜甜的帶一點辣 這一道是鹹蛋沙拉 我個人喜歡鹹蛋 但我不喜歡沙拉 所以我不能夠給評語 吃飽後餐廳外面就有這一條長長的街道 這裡可以找到很多又美又便宜的東西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放過它的美食啦 它們的海鮮也太新鮮了吧 之後我們終於終於終於來到了這間 會讓人少女心爆發的Unicorn Cafe 果然是Unicorn 這個地點真的有一點難找 因為他們的生意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他們開了兩個Zone 我們剛剛走進去的是比較大的Zombie 可是已經滿了 所以我們被安排到了比較小一點的Zone A 不可否認他們食物的麥香是真的很漂亮啦 可是好不好吃就... 這一些小小的星星飲料叫做獨角獸的眼淚 用燈照它就可以看到它閃閃發亮 這一杯冰沙的顏色真的是超美超夢幻的 這杯冰沙的顏色真的是超美超夢幻的 這杯冰沙的顏色真的是超美超夢幻的 這裡真的是一個很好打卡的地點 可是食物就... 嘿嘿嘿 它的brownie是硬到啊 完全切不下去 而且它的味道還有一點焦焦的 這一杯很夢幻的冰沙是不難喝啦 可是我在喝的時候還沒有發現 之後我才驚覺 它根本就是整杯煉奶的味道 至於這些獨角獸的眼淚 就更不必說了 這個還好 這好喝 Sprite的味道 這個顏色看起來很像什麼生化武器 蘋果味 紫色 因為剛剛吃得到過了 新式的味道 洒落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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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买这个 可是它买的一块二十二块 很贵 好贵 可是我刚刚才买了菜包 我不相信人 最后我还是在那里买了一个unicorn的桌灯 还有一条项链 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想要知道我们之后打这个 嘟嘟车去到哪里吗 那就记得要锁定我的泰国Vlog Part 2 下期还有很多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们哦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哦 也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上传的Part 2的消息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